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長吳邦國 在二十一號進行了第二日訪澳行程 在澳門各界紀念澳門基本法頒布二十週年啟動大會上 行政長官崔勢安及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長吳邦國 都分別在大會上發表講話 喬吳邦國去到中藝館參加澳門基本法紀念館開館儀式期 澳門歷史的巨變申書法行儀式 我們一起去看看開館儀式的情況 各位領導、各位嘉賓 澳門基本法紀念館的開館儀式 即澳門歷史的巨變新書發行儀式到此圓滿結束 下午吳邦國亦去到旅遊塔出席澳門城市發展匯報 聽取各界意見 第一日行程中吳邦國亦去到澳大新校園進行視察 了解工程的進度 對澳大發展非常關心 並且讚揚澳大進行書院式的住宿制度 同時亦會是肯定他們的辦學特色 吳邦國一行多人參觀了新校區的標誌性建築物 澳大圖書館和大學展館 並聽取運輸公務司司長、劉思耀和澳大志偉校長等 匯報有關工程規劃及辦校特色 在農曆新年期間 澳門基金會聯同本地24個社會服務機構及團體 向藥細社群派送約11,300份福報 相關撥款約為570萬澳門元 活動令到更多有需要的腦藥病患及特困人士 在新春階節感受傳統節日的喜慶和社會關懷 藉著傳統節日向社會大眾宣揚關愛精神 發揚澳門社會守望相助的優良傳統 活動內計受惠人數約6萬人次 為將新春的歡樂氣氛遍佈到社會各階層 澳門銀河娛樂集團的義工隊 在澳門銀河舉辦了金蛇賀歲 銀魚迎春五宴 設現款待120名 來自澳門名愛屬下6間安老及福康遠世的受載人士 期間義工隊員更加悉心安排連串的精彩節目 並向參加者送上漢年禮物 一起分享節日的歡樂氣氛 渡過農曆假期後 很多學生朋友即將要面對考試 而澳門廣星現正推出好意通的優惠多款 包括新款的好意通電子詞典作出推廣 各位有興趣的朋友可以親臨澳門廣星多個門市查詢及選購 另外在澳門廣星購買好意通電子詞典 直送牛津英漢商解詞典 而有關收益戶建設夜市項目 現正進行諮詢公眾及業界的意見 我們澳門有線電視66883005的語音電話 亦都有諮詢的活動 現在進入最後兩個星期的諮詢 想發表你個人意見的話 可以立即打電話來66883005 按二來發表你個人的意見 而諮詢的結果 每天在友善第一頻道的左側都有顯示 至今為早上9點至11點 及晚上8點至9點 提到粵語流行曲一定不可以不提 就是古家輝先生 這位音樂大使 將會在3月9日來到澳門威尼斯人金光綜藝館的舞台 為澳門的樂迷傾力演出 在古家輝先生數十年的音樂創作生涯裏面 創作了超過1200首繪席人口的歌曲 他的主要作品多數是經典電視劇主題曲 例如《書劍恩仇錄》 《上海灘》 《獅子山下》 《以天逃龍記》及《楚流香》等 千萬別錯過今次的機會 打來我們66883005 就有機會得到由澳門售票網贊助 我送出的入場門票一套 澳門友善電視除了提供豐富的禮物等你來拿 我們都會有最優質的服務去滿足你們視聽上的享受 我們除了伸出高清機頂盒之外 我們亦都會推出十條新的高清頻道 喜歡時尚級貼近潮流的你 可以留意870台Fashion One HD 喜歡動作片的你 可以留意862台ASN HD 當中每日有不同的精彩電影及啟集 當然關注世界新聞的你 又點少得887台英國廣播高清新聞台 全新的高清機特合的搶先優惠價只需980元 另外更有簽約優惠12個月優惠價1928元 簽18個月優惠價1658元 想快點看這麼精彩的節目 立即打電話來282-266-24小時的服務二線 有時候看看最新的電視節目推介 我們將以下時間交給Maggie 2月21號有線第162台鳳凰衛視香港台 晚上7點半會有金股齊鳴 每逢港股交易日 這個節目亦會為大家分析大使 令觀眾洞察先機 在投資市場上戰無不勝 有線第45台衛視卡式台 下午兩點鐘會有最愛女人購物狂 這套電影就是講述 二十多年前在百貨公司出生的棄嬰 在多年後居然成為一個購物狂 而她更加因為這個病而連番失業 最後她遇上一位精神科醫生 兩人更加拆出愛火花 我們今天的節目時間差不多了 我們下次再見 拜拜